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 人给我们的祝福之后 我们当如何行呢 神秘记第26章提醒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之祭 向神奉献与人分享 这一章提醒我们 当耶稣人进到应许之地之后 要去出手的土产到神的面前 放在祭祀的手中 放在祭坛的前面 同时要纪念 祖先是将王之人下到埃及 后来却成为强大的国家 在埃及受到苦待 但神听 耶稣人的哀求之神 神大手绑闭心可谓的事 用神机带领四年出埃及 进入应许之地 而今日 进到应许之地 要奉上土产向神下拜 与立位人寄居者同乐 要把出手的土产献给神 表达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 用具体奉献来表达感恩 接下来是与人分享 每三年 末一年 要取土产的十分之一 分给立位人寄居孤儿寡妇 这个圣物 要与人分享 当这么去做的时候 神要从天上圣所垂看 赐福百姓 进入流南渔民之地 可以长久 神期待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得丰富 而是所有人得着祝福 得着神的恩典 最后提醒我们要尽心尽信 遵行神的律法 认神为神 听从神的话 当我们这么行 神应许要照他所应许的 认我们为他的子民 使我们得称赞美名尊荣 超乎万名 归神做圣洁的名 这一章提醒我们 当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 蒙恩得福之后 不要忘记向神奉献表达感恩 不要忘记与人分享 特别是孤单 贫穷的人 分享神给我们的祝福 要尽心的遵行神的话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走上奉献 分享遵行神话语的道路 让我们越感恩 越蒙恩 越蒙恩 越选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 与人 同得着福音的好处 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 让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家人 为信的朋友 也因着我们得着福音的祝福 永生的恩典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